未来的医学是什么呢 也许是血管里的纳米机器人 也许是能够帮助我们做临床决策的智能医学 也许是5G时代的远程诊疗 超远距离的手术 北京的医生在计算机前 就可以为边缘的医学 地区的患者排除病痛 从最初一个简单的听诊器 几把手术刀 几种抗菌素 发展到今天的核磁 彩操 CT 画像治疗 医学的发展靠的不仅仅是医学本身 整合学校多个学科资源 共同促进北大医学的发展 才是我们稀许的味道 入学第一年 我们和本部各专业的小伙伴一起在燕园生活 一起聆听大师的教会 各个院系老师们的课题组 每年700多门次选修课 我们都可以自由选择 前沿医学是多学科交叉的 北大的临床医学加X项目 就是要将医学与其他多个学科融合起来 以前根本无法想象 这一块块骨骼要如何制备 借助最领先的3D打印技术 我们将骨骼再生 也将前沿的医学 工程学 材料学 与患者的渴求 接续到一起 总有人问我 学个拔牙而已 为什么要八年 其实口腔医学 作为一门不折不扣的交叉学科 是医学 工程学 与艺术学的融合结晶 70年 北大口腔从最初的牙科诊室 发展成了中国口腔医学 一张骄傲的名片 我们研发的系统 一个探头加上两个机器人 50分钟内 就能精确完成 一尺的修复治疗 还有神奇的三维生物打印 可以制备出具有生物活性的骨种质 在未来 3D打印活体器官将不再是梦想 3 2 1 Action 嘿 大家看一下我们医学生的日常 香打石膏是我们的圣椒手段 欢迎报告别大医学 来和我们一起缝 圣椒皮肤的皮带脚子吧 这是我们医学生的蓝色生死面 这是我第一次做龙内手术 这是我实验对象 一个青江 借助各种各样的模拟训练系统 手术练习变得像打游戏一样有趣 雪林床是一场持久战 我今年在北大人民医院的血液课实习 这里已经成为全球患者移植生存率最高的移植中心 我们的技术方案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 老实说 我们的近期目标是做更好的移植 但真正的目标是消灭骨髓移植 北大医院的泌尿外科被称为中国泌尿外科的黄埔军校 在这里实习的每一天都觉得收获满满 北大医学临床医院力量雄厚 十家附属医院 十四家教学医院 都是我们的学习场所 学校还提供了丰富的海外交流机会 我和小伙伴们去往哈佛医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地交换学习 这些经历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 临床医学是医学工作的中心和牵引 但它也离不开基础医学的突破 要学的创新 北大医学部有最齐全的学科体系 你可以走最适合自己的医学路 我的梦想是让更多人少生病 不生病 晚生病 生小病 所以我选择了预防医学专业 参与制定医改方案 在WHO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出台中国方案让我非常自豪 今年我在三院见证了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三十一年前 我就是在这里见证了她母亲的诞生 那是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 张力珠教授第一次怀抱着她时 那种属于医者最慈爱又自豪的笑容 至今还留在我脑海里 两代人传承 见证着三院对顶尖生殖技术的追求 孩子的母亲现在又投身三院的生殖中心工作 我们正在用全球领先的技术 帮助更多的家庭得到健康的生命 清蒿一卧水二生 我最敬佩的人是药学院的前辈屠悠悠老师 四十年扎根实验室一百九十次的失败 他说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的问题 而我们也会接过今后的无数四十年 无数次成败 也将接手医学科研前辈对人类的爱和兼职 北京大学第一院简称北大医院 是我国第一个国立医院水准原点 它是测量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海拔高度的标准点 我们以此作为一个精神符号 希望我们的医德医疗技术 都能成为行业的水准原点 在北大学医 是在最好的地方度过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接触到的不只是医学 而是所有和医学相关的前沿交叉领域 在这里我们坚守着初心 践行着最初的梦想 有同学选择支援西部 有同学选择基层 在疫区一线 在血域高原 在镇灾中心 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在世界需要的地方 都有北大医学人的身影 北医交给我的 不仅是用生命护佑生命 更是用心灵温暖心灵 百余年的荣耀玉西殿 赋予每个北医人神圣的使命 我们期待和你一起 点亮医学的 浩瀚心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